大家好 今天是每期时间11月21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11月21日 美国多个州的民众再次在首都华盛顿特区 及各州州府发起集会游行 支持现任总统川普 抗议美国大选中出现的种种舞弊操纵行为 身为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的爱里·特瑞纳表示 川普竞选团队通过可信证人的宣誓证词 以及在挑战各州选举结果中使用的其他证据 正将合法指控提加到法院 据Just the News网站21日报道 特瑞纳表示在对川普团队公布的证据进行审查后 包括许多声明有选民欺诈的宣誓证词 以及著名数学家发表的 宾州高达10万张选票受质疑的宣誓书 他认为这些证据已经满足了 避免撤案诉讼动议的第一级法律审查 或者说避免了联邦民事诉讼程序中第12条中 未能就其诉讼标的提供足以判定救济之陈述 而被法院撤销诉讼的情况 特瑞纳进一步指出 跨越撤销诉讼动议的后续法律门槛是 简易判决阶段 他认为考虑到自己迄今观察到的证词水准 在此阶段可以预定证人是可信的 特瑞纳20日在Just the News节目中表示 如果我是这些正在全美各地进行的选举竞争的另一方 我会担心的是 如果你看看这些宣誓书所提供的政绩水平 数百份宣誓书证实了当地发生的事情 在这些案件的简易判决阶段 你必须把原告的证据作为真实的证据 他补充说 法院必须将原告的证据视为真实 并看看另一方是否可以提出诉讼 因此 在这些情况下 我们看到的大量宣誓书 表明实际上存在欺诈行为 另一方确实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目前 川普竞选团队在多个摇摆州发起法律诉讼 特瑞娜说 归根结底 我要说的是 这些合法指控将在法庭上进行审判 哈佛著名法律学者艾伦·德肖维兹 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指出 如果原告证明足够数量的选票受到影响 以至于影响到特定州的选举结果 川普对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法律挑战 可能会上升到最高法院 同时 德肖维兹也承认 川普胜选之路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这是因为某些州缺乏认证的选举结果 所引发的宪法问题 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人提出过 连日来为本次美国大选提供投票机和投票软件的 Dominion公司正处于司法和舆论的风口浪尖 关键时刻 宾州众议院原定于11月19日晚上召开公听会 邀请被川普律师团队指控的Dominion公司负责人出面说话 这也是给他们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 不料Dominion的人根本就不敢露面 11月20日又有消息显示 该公司主要高管库默去向不明 该公司在加拿大和美国两地的总部也已经关门 据报道 宾州众议院州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众议员格拉夫 在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宾州有130万选民使用了Dominion投票系统 占全宾州选民的19% 他们前一天期待这家投票机器提供商能够走出来 以一种公开诚实的对话 来应对他们面对的多项指控 格拉夫当天表示 我本来对Dominion公司愿意出面解决指控 从而让包括我在内的130万使用他们机器的宾州人放心 我真的认为这个国家的宾州人 能够在这个投票系统的有效性得到真实的答案 但不幸的是 昨天Dominion紧张起来 放弃了他们对宾州人民的承诺 拒绝在公开场合提供他们的意见 以及讨论这让130万宾州人民信任的投票系统 这表明Dominion不选择站在诚实和诚信的光明中 反而退到了黑暗中 目前川普律师团队已经获得宣誓证人的证词 指控Dominion的投票系统的核心软件 Smartmatic 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选举舞弊而开发 如果这家公司是清白的 宾州众议院举办的工厅会 本来应该是他们证明清白无辜的机会 正如格拉夫所说 如果他们没有隐瞒东西 他们为什么躲着不见我们 Dominion的临阵脱逃举动 不仅让宾州人更加怀疑 也把可信度交给指控他们的一方 川普团队和知名律师西德尼·鲍威尔表示 川普总统实际上获得了2020年大选的压倒性胜利 团队将会证明这一点 他还首次承认 手里有Dominion实时操控选举的照片 鲍威尔日前接受美媒专访时被问及如何证明选举中所使用的电脑软件 尤其是来自Dominion投票系统公司的软件 被用来操纵选举结果 鲍威尔回答说 他的反律团队握有实时操纵选票的照片 鲍威尔对此形容 这太可怕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安全问题 为什么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没有立即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 Dominion公司正在关闭办公室 搬家 毫无疑问 他们正在销毁文件 已经有超过100名Dominion的人 已经从互联网上抹去了与Dominion的任何关系 鲍威尔还表示 他的团队有负责统计军方投票目击者的证词 这些证人表示 如果是投给川普的选票 就把它们处理掉 补充的选票则是给拜登的 至于有关投票数量多于选民数量的问题 有些关键的选区还出现200%至300%的投票率的状况 鲍威尔解释道 这是不同类型欺诈行为的组合 这很可能归咎于欺诈性的邮寄选票或电脑篡改选票 无论哪一种都有明显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看到有很多死人投票 这是一个骗取选票的计划 有人要去为那些他们已知去世的人填些选票 然后将选票提交上去 鲍威尔说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每个涉事者都涉联邦犯罪 可谓判出五年监禁 鲍威尔在接受采访中强调了 他高度相信这些选举舞弊的存在 并愿意以自己的声誉为赌注 他说 实际上是把我的个人和职业声誉 都压在这些选举舞弊指控上 从我已经看到的证据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样做 事实上 我认为 如果我不站出来 那就是不负责任 鲍威尔还表示 将很乐意看到 Dominion就他提出的指控起诉他 因为这样 他就可以进行民事证据收集 鲍威尔最后表示 他的团队已经收到视频和各种证据 证据多得使得团队难以跟上几个关键战场州选举舞弊猖獗的指控 据美媒国家卖动20日独家报道 亨特·拜登被曝光硬盘中的信息显示 前副总统乔·拜登团队的律师 亚历山大麦克勒曾建议拜登出售自己 通过加入其公司董事会来获得大笔资金 麦克勒是拜登任美国副总统时的法律顾问 现在依然在拜登团队中 国家卖动公布的图片显示 在一封2016年7月13日发出的电子邮件中 麦克勒建议时任副总统拜登如何出售自己并加入公司董事会 邮件中写道 我知道这已经被讨论过了 如果埃文贝赫可以出售自己 以每年100万美元的价格出任公司董事会 则必须相信JRB 注意这个缩写常用来指明珠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因为他的全名是Joseph Robinette Biden 也可以在与他的职业生涯相符的非石油 非高盛的董事会方面做得很好 麦克勒写道 去年贝赫在公司董事会任职赚了将近100万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会委员会的记录 2015年 贝赫从公司董事会的任职中获得了 939,319美元的收入 他是五三银行 马拉松石油公司 RLJ住房信托和Berry塑料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从邮件中可以看到 麦克勒表示这个想法已经被讨论过了 他的论调是 如果前参议员贝赫可以从公司董事会职位中赚到100万美元 那么JRB可以采用同样的策略 并做得很好 邮件被发送给拜登团队中的前参议员特德·考夫曼 竞选主席史蒂夫·李奇蒂 亨特·拜登·埃里克·史威林和大使马克·吉登斯坦 国家麦洞指出 左翼媒体的报道显示 证券和投资行业向拜登的竞选活动捐赠了7440万美元 但向川普总统仅捐赠了1810万美元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日晚在APEC上首次提出了 北京将积极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简称CPTPP 观察家和智库学者指出 北京短时间内根本无法符合CPTPP的高标准 习近平该说法充满战略算计 旨在拉拢日本填补美国缺席的权力真空 在塑造中共区域经济领导者的形象之外 真正担忧的是被11国贸易区联手排除在外 自由亚洲报道 华府智库战略继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专案主任葛来仪就表示 中共正在寻求增强其在区域经济作用 习近平透过表达加入意愿并与现有CPTPP成员进行谈判 欲改变现在被排除在外其贸易受限的局势 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年 也需要许多对中共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 报道还援引美国资深财经媒体人王健的分析 中共针对CPTPP的表态 也是为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即将在11月24日展开的访日行程铺路 在美中关系走差之际 北京正努力拉拢日本 CPTPP是在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之后 日本 加拿大 澳洲等其他十一国重新谈判后 于2018年签署 代表了目前最先进的多边贸易协定 中方若想要符合CPTPP的标准 在很多方面都需要进行大刀阔斧改革 包括北京对中共国企补贴透明化 禁止强迫技术转让措施 以及改革对智慧财产保护 及提高劳动环境标准 不过 一名成员国官员曾形容 中共近期对CPTPP的态度是免费外交筹码 即在美国面前表示 该贸易区重要性 但又不真正坐下来与其成员国谈判 国际金融协会近日最新报告显示 截止2020年第三季 中国债务累积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35% 及GDP的3.35倍 这其中非金融企业债务增长最快 增到了GDP的1.65倍 而不断创下新高的债务 为中国经济埋下了越来越无法忽视的巨大隐患 华尔街日报指出 跟以往不同 今年中国债务的最大推动力 来自非金融企业债务而不是政府债务 截至第三季 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比重165% 以及GDP的1.65倍 占了总债务半数 去年同期是GDP的150% 报道分析 北京当局越来越准许企业提高债券发行规模 而不是向银行贷款融资 不过近日接连传出大型国企债务违约 引起市场关注 如宝马合作伙伴 华晨汽车集团 国企永城煤电控股 记忆体大厂紫光集团等 评级机构穆迪发表报告写道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企业流动性疲软 以及投资者避险情绪增强 而抛售中国债券 中国企业违约潮将在境内境外蔓延 穆迪首席经济学家暂迪更是警告 中国企业债对全球经济构成了巨大威胁 并且增长非常迅速 彭博社报道 2020年中国有3.65万亿人民币企业债券到期 纽约时报则估计 中国企业今明两年约有1.4万亿美元国内债券 2000多亿美元国外借贷到期 今年上半年 由于中共当局要求银行业提供再融资 允许延迟还款 更新债券 使其还款期限更长等 使得企业违约率趋缓 可是当前经济状况 已不可能提出更多的金融支持 眼下中共当局既无弹药 也无心阻止企业违约 另外 中共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本月稍早也发表报告 称今年中国宏观杠杆率前三季度 已上升了27.7个百分点 杠杆率超过270% 该研究所所长张晓晶还表示 预计中国今年宏观杠杆率 将上升30个百分点左右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